在这一天当中也创了自己的记录 第一次站上金马奖的这个奖牌 郭书瑶 突破了他的花瓶形象 现在不只有身材受瞩目 因为他当刚电影《志气》当中的演出 演技受到了评审肯定 荣获最佳新演员奖 宣布得奖的那一刻 郭书瑶感动到不停掉泪 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没有准备得奖感应该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啦 好了 得到最佳新人奖因为太紧张 奖座还差点掉在地上 瑶瑶在台上从头哭到尾 我的家人然后我的朋友小太阳 还有我的粉丝谢谢大家 领奖特别感谢小太阳 外传就是她的男友 第一次日为救货奖背后的辛苦和努力 现在证明她说的自己把衣服 一件一件穿了回去 为了演活电影中 稚气的拔河对学生 瑶瑶苦练拔河 抹破皮肤 努力增胖 电影就像人生写照 靠着坚强毅力 拿到冠军 金马奖上也真的 多下奖杯 她的运动都是往前冲刺 争取胜利 只有拔河 却是要一步步的往后退 23岁的瑶瑶 从杀很大到站在金马舞台上 哭很大 金马这家新元奖 让她打破花瓶形象 晋升演技派 手上的金马奖杯 让她成功转型 记者吴嘉文 李爱寅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